逆转艾滋,从我做起,艾滋宣导前进校园 台师大在5月8号晚上,举办了艾滋与性别讲座 目前艾滋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,并且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希望透过校园寻回演讲,不仅让同学能够对艾滋病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和了解安全性行为的重要外,更值得深思的是艾滋病患者的人权 希望达到艾滋零增长、零骑士、零死亡的成果 讲座中也播放了习惯指艾滋防止音乐剧Daylight 和艾滋防止宣导片由爱而生的片段 这首影片带领我们进入多元的性别世界 和了解艾滋病患者的不同样貌 讲座中也邀请了多位医疗专家 习惠会志工一同与会,共同分享防疫的正确措施 以及面对艾滋病的正常性 同志与艾滋,艾滋这件事情好像不只是跟同志有关了 其实跟每个人都有关 学生对同志也好,对艾滋也好,其实是相对的友善的 他们其实都告诉不可怕 另外政府方面也积极则在推广艾滋病宣导活动 希望透过与学校社团合作 勤承一道桥梁 向学生传达安全信息为的重要 在愉快的演讲气氛中 透过志工及医生们的经验分享 传达关于艾滋及性别的多元观念 排除同性恋者与艾滋画上等号的想法 也让更多人能了解艾滋病的真实样貌 向远记者大传所汤乙生 林玉山采访报导